现在我们走了三分之一 要翻页这个山 这里有点陡 我们是从那边过来 看一下那边 从那边过来 以前每年都要来到这个原始的小山村 但是想起来好像这一次比较久 隔有一年多了 今天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个原始的小山村有什么变化 发现有一树好东西 这个应该叫做半山叶 对的 这个应该就是它了 就在路旁边 这个叫做半山叶 我们到那里休息一下 下面有一位村民上来了 背着个背楼 休息一下 这里就是分明休息的地方 今天附送可能有30斤左右 主要是这个地方太陡了 好久没来了 那我们背后到吗 那我们背后到吗 背后到呢 背后到呢 你要停啊 没来不离你 哦哦哦 白的白呀 嗯嗯嗯 嗯嗯 白的白 嗯 我们来给他领寄了 啊 我们来给他领寄了 都帮我写了 嗯 这三十几 哦 那三十几 哦哦哦 嗯 嗯 嗯 拜拜 爬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终于来到了这个原始的小山村 这里的一切都还保留在三个世纪 我们直接去找一位大叔 这里就是他的家 嘿 嘿嘿嘿 带走啊 我跟他人家打电话都没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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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三八了 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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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里又一幅 一幅 嘿嘿嘿 一幅 哎呀 可惜了哦 可惜了我那天 哎 一件房子 早知乖来 嗯 嗯 哦 哎呦,一千坤坤呢 哦,是不是那种料? 那天... 一千 是啊 放在一起了吗? 是啊 你又来呢? 你又来呢 你又来隔壁啊,隔壁啊,隔壁 你又来隔壁啊 没有 没有 你又看了 你那些鸡蛋 你还来呢,鸡蛋 好像鸡蛋 然后鸡蛋 吃饭 三千坤 一千坤 鸡蛋 鸡蛋 多了 以前在这边到底还有一个 以前家全部是放着的 以前家全部放 这一次来变化非常大 大部分的房市都已经被拆了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 牧师房还有泥房 这里全称要求搬迁 也全部已经领了搬迁房 所以这些木房还有泥房 判为微房 所以宣布要求拆掉 现在还看到有一些房市的地基 还有一些泥墙 还有一些上二世纪用过的家具 在轮子呢 轮子都是自己做的 这个古董啊 以前自己做的梨 由于这里条件艰苦 总共这个村庄 只有十几户人家 修路的成本太高 这上面有水有电 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些老人家 在山上面送地 养一些鸡鸭猪 大部分的房子 全部拆完 还有人住的也是拆了一半 还留下一半 所以现在看到的 很多都是像大的零食房 这些老人家 就这样在山上面住着 还有两间 通过设计打石头 尖挑码头 把钢筋 垂泥运上来 做的楼房 所以没有拆 今天的四个视频 并没有深退任何人 只是简简单单的记录一下 这些原始的小山村 就算是一个纪录片 并没有任何恶意 这么多的大人 这里是两个视频 令人再ancial参与 转参与两條 或者把钢筋